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 告诉大家 这样的一些行为很有可能在做的过程当中呢 就会引起来一种疾病 而且这种疾病呢 在一些中老年朋友身上还是非常普遍的 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疾病呢 先请出专家 让我们欢迎来自于北京医院的鲁城志教授 欢迎 您好 老师我欢迎你 您听听师父我们说 这样特别好的一些活动 会带来什么样的疾病呢 它们引起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 是什么呢 认识这字吗 善 善气 善气 这个现在发生率高吗 在老年人当中 甚至在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 每十个人就有一个人会患有善气 十分之一 那这个人群也是很大的 那待会请您慢慢给我们介绍 好的 先请您落座 鲁教授 善气这两个字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多多少少是听过的 两位可能比较年轻 不然没有听过 我很小的时候得过善气 已经没有特别深刻的概念了 就记得小时候好像在这个复古沟这个位置 总觉得里面有气 然后怎么治好的 有一些什么样的痛苦的经历都不记得了 我听过这个词 我在课本上或什么的看过 但它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 它长在哪 什么反应 什么症状我们都不知道 那我们来听听 大家是不是清楚 这善气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有的人在大腿根长个包 大腿根上长了个包 对 这个就是善气 可能是 是不是跟那叉气差不多 那看得出来 大家虽然是听说过善气这个词 那到底这个病是怎么一回事 我估计可能好多观众都是 蒙蒙懂懂懂的 不太清楚 不太了解 那我们先听听鲁教授的说法 好吗 我们看 这是一个人体的一个模型 一个动画 这是我们的腹腔的内容物 我们看 这主要是 我们当腹壁有缺损 有窟窿的时候 我们的小肠就送到这个窟窿 漏下来了 漏到我们的皮下了 一般的最常见的呢 我们漏在腹钩区 叫腹钩扇 说白了 就是我们腹壁啊 有一个缺损 有一个洞 我们的腹腔的内容物 掉出来了 我们长在腹钩区的 这个包 我们叫腹钩扇 长在齐部的 叫齐扇 这个包包还比较软 有时候还有声音 有时候还有气的声音 有时候还有水的声音 那这些肠子都流出来的话 那这样看起来的话 应该蛮危险的呀 是的 我们说这个扇器 这个小肠 漏到皮下以后 那么常常呢 会发生什么呢 卡住了 就这个缺损的窟窿啊 把我们漏出的肠子 卡住了 我们医学上叫做千顿 千顿 如果要不及时处理的话 卡住的肠管 会没有血运循环的 会发生坏死 穿孔的 那就有生命危险了 哎哟天啊 那就是不光是什么 大嘴根上长一包的事了 这要是肠子都坏死的话 那就是要命的事了 对了 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疾病 那咱们来看看 咱们都有上年纪 年纪失修的那一天 那什么样的一些行为 恐怕您就得尽量地避免了 因为一旦做不好的话 很有可能肠子就会跑出来 那我们看看第一题 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 那以下的哪一种行为 是更容易引发善气的呢 就那肠子 跑出来了 是拖地 还有慢跑 还有呢就是搬种物 拿一个种的东西 大家觉得哪一种 会引发善气呢 我觉得应该可能是搬种的东西 因为不是说那个特别薄吗 会把它弄破 那你使得拉扯 它就容易破 那我们看看大家是否清楚啊 先看一下选择 什么样的行为容易引发善气 大多数观众觉得 像搬种物啊 或者是慢跑 更容易引起来 那咱们得对比一下了 生活当中 如果呢 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搬种物 很有可能做引发善气 这一般或者说引发腰疼 闪腰了 怎么还会引发善气呢 搬种物的时候 需要我们全身用力 特别是我们的腹壁肌肉 也是收缩 也是紧张的 那这种情况下呢 它会引起腹内腔的压力增高的 当我们腹内腔腔的压力增加的时候 我们的肠子就从这个缺损的地方漏了出来 就引发了善气 那是压力把那个肠子压压压 挤挤挤挤 就从最薄弱的地方从出去了 对对对 但我估计可能很多观众在生活当中啊 还未必意识到 我们在做这个举种物搬种物的过程当中 腹腔究竟会产生多大的一个压力 这样我们让两位年轻人来体会一下 好吗 试想一下啊 咱们现在呢 在家里就要挪动挪动花盆 你来感受一下 这会儿我们肚子这地儿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这些啊 对 作为女婿你先来试一试 谢谢啊 要搬起来吗 完全搬起来 奥提 完全搬起来 你没有腿 这样 你觉得哪个地方是最受力 我觉得 肚子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大概是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 肚子到这儿 因为我可能穿裙子 我可能会侧着身 所以这边腿可能会比较使力 再加上肚子就会觉得 好像使了一下劲 然后撑了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 会有这样的感觉 来我们再让男士 男士力量比较大一点 你再试一试 这也太轻了 一般如果要搬重的东西的话 其实习惯性的动作 大概就会这样 你看一般都是这样搬起来 然后顶着 要拿这个地方 给它成一个劲 是吗 是是是 那生活当中 除了搬重物之外 应该有好多的行为和动作 都有可能会引起 我们肚子里压力一下子增加 就会发生善气吧 对 日常生活中 我们有很多的行为和动作 会引起我们腹内压力增加的 比如说像这个老大爷在登三轮车 我们叫登三轮啊 需要用力的 那么腹腔内压力增加呢 是很明显的 还有呢 我们最常见的是咳嗽 打喷嚏 甚至呢 跳舞呢 这些日常行为啊 都会引起腹腔内压力的增加的 对啊 这些可能大家都没有意识到 除此之外啊 咱们再给大家拿上来几样东西 您是否意识到了 这些行为啊 也有可能会一不小心 场子又不停滑跑出来了 大家往中间看 这个是从我们家卸下来的马桶 我们现在家家都用这样的马桶了 这做上去有点不太雅观 但是还是给大家来模拟一下 这使劲在排便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拿这个马桶啊 给大家呢 做一个示例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经常发生一个大便困难 排便呢 非常困难的 那么排便呢 需要二三十分钟 当大便困难的时候 我们全身在用力 特别是我们的腹部肌肉 在使劲 那么便秘的病人啊 那么三五天才解一次大便 对 每次解大便的时候非常困难 全身是汗 在腹部在用力 这个时候呢 也会引起我们的腹腔内压力的增加 也会诱发什么 善气的 我们说啊 老年人啊 往往合并什么 前列腺肥大 前列腺增生的 那么这部分老年人呢 排尿比较困难 那么夜尿啊 就每天晚上起夜 五到六次 每次解小便的时候 非常困难 困难到什么时候呢 他自己啊 用头顶着墙 全身在使劲 特别是腹肌也在使劲 这边就背了什么 就解一个小便 那么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解小便的时候呢 我们说的腹内压力也是增加的 也会引起善气的 除此之外 再给大家拿下来一样东西 这 这小 这不会吧 烟灰缸 又不皱 不是你马桶上 或者搬东西是可以理解的 你不至于抽着抽着 抽一根烟 然后一使劲又漏了 你就不太理解 为什么 对 就这烟灰缸 和咱们说那善气之间 有什么联系啊 我们知道抽烟呢 它不会引起 直接引起腹腔内压力的增加的 但是抽烟呢 可以影响我们的腹壁肌肉的强度 我们知道抽烟呢 它影响腹壁肌肉代谢 我们腹壁肌肉结实的那个成分 我们叫胶原纤维 它会减少的 那这样呢 腹壁强度呢 就降低了 也可以引起呢 善气的 中青年人 他们得了善气 三四十岁 那么得了善气了 那么我们中原病史啊 这部分青年人 有一个吸烟史 吸烟呢 会增加我们患腹肌肉扇的发病率的 而且呀 抽烟的病人呢 他做善气手术以后呢 复发的几率也是很高的 那刚才咱们说了众多的因素了 除此之外 咱们看看什么样的人群呢 也是应该格外的警惕 得上这个善气 好 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 那我们看哪一类人士 更容易得善气呢 那这些朋友就应该警惕了 是男人 胖的人 还是个子特别高的人呢 看给大家是否清楚 我个人觉得就很多的病 都是发生在那个胖人身上的 比如说三高啊 或者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 如果身体比较偏胖的话 容易生病 我觉得A选项和C选项 也太高了吧 难道跟性别有关系吗 肯定不是A选项 那高个子 个子高个子矮 跟身体健康与否 我觉得关系也不大 应该是B选项 好 那我们看看大家是否认同 来看一下选择 大多数观众觉得 男人胖人更容易得善气 这里是由无限级 独家冠名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到底这个善气 和什么样的因素 也是相关的 就是提醒这些人 要注意了 是哪些人呢 是男人 不会吧 男童胖的生理特点 我们知道男童胖 他身上先天有一个 腹壁缺损 这个腹壁缺损呢 是个自然的管道 那么 这是在哪里 是在大腿根的地方是吗 对 大腿根 腹钩区的位置 这个自然的管道呢 我们叫腹钩管 它上端呢 连着腹腔 下端呢 连着阴囊 就是我们搞完 在下降的过程中 先天走这么一个隧道 再加上后天的因素 比如说腹腔的压力增加 腹壁肌肉的薄弱呀 就容易引起扇气 那么扇气呢 发病率啊 男童胖是非常常见的 它的比例呢 是20比1 就是说有20个男性的扇气 那么有一个 是女性的扇气的 这个地方发生扇气的话 会引起什么问题呢 那么我们这儿 在腹钩区呀 总是觉得它怎么的 脏痛跟坠痛的 肠子露出来以后啊 它的身体的结构 会发生改变的 走的渠道呢 也是多了几个弯的 那么这样的 食物的排泄呢 就会减慢的 这样呢 会引起病人的复杂 消化功能不良的 长期以往呢 我们知道 腺气的病人 都要消瘦的 那咱们也看看啊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 一些因素之外啊 这个腺气 它有没有遗传的倾向呢 因为很多疾病 都有遗传的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下一题 看给大家的认识 我们看这个 您觉得腺气 它会遗传吗 会还是不会呢 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现在已经不担心 我的问题了 我现在担心 我那个没有满周岁的宝宝 这个 应该不会遗传 必选项 这是理想的 我以后也是当妈的人了 你觉得会遗传吗 我觉得不会 因为我觉得 刚刚不是这个专家说了 那个上次是因为 比如说外力啊 使盆香 怎样啊 薄啊 我觉得好像都是一些客观因素 好像不应该是跟人体遗传有关的 对对对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到底扇气会不会遗传呢 是不是和其他疾病一样呢 绝大多数观众认为 扇气不会遗传 是不是如大家所想象的一样呢 我们告诉大家 扇气是 天哪 不可能 会遗传 我们知道 这个扇气是要遗传的 它往往是通过父系遗传 就是说 你的父系有扇气了 那么到您这一代 它发生扇气的几率 能达到20% 那么我们临床中 发现20%的扇气病人 都是有遗传倾向的 特别有意思是 我们在临床中 做手术的时候 这个老人家就说 鲁教授 我的父亲好像也是扇气 那特别有意思的是呢 我们做完了手术了 我们老先生的儿子 在给他做陪护 我们一检开一看 他儿子也有扇气的 所以说我们说 扇气是有遗传倾向的 我曾经听过说 有一种叫小孩得扇气 但是我听老人家说 是不能让他猛烈地哭 说哭了之后可能会有扇气 那也就是说 小孩的扇气 其实是遗传的 不是因为枯燥成了是吗 小孩的扇气 都是先天性的 我们知道 陪胎的时候 怀孕七个月到九个月的时候 我们两个搞完 从腹腔中逐渐下降 通过这个腹钩管 降到阴囊里 刚才下降的过程中 这个腹腔的腹膜是要关闭的 如果关闭不全的时候 我们的肠子就送了这个关闭不全的腹膜 漏到我们的阴囊里 那么这种情况是在新生儿 特别是早产儿 跟发育不良的新生儿中非常常见的 临床上还有一个叫低体重的出生儿 对于这些新生儿的父母来说 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来判断 这个孩子到底有没有善气呢 你看这当爹的开始着急了 当孩子在哭闹 大便困难的时候 我们往往发现在他腹勾区 有个包块 当孩子哭闹得越严重 这个包块会越大的 就是在大腿根最底章的这个部分 大腿根再往上一点 我们叫腹勾区 那就是这个地方 对对对 小区的这个地方 就在阴囊的位置 在阴囊的位置 当我们孩子比较安静的入睡 或吃奶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这个包块呢 会逐渐减小或消失的 新生儿中还是男孩比较常见的 因为男孩跟女孩的比例呢 一般在十比一 就是说十个新生儿的男孩有善气 有一个是女孩 他会一直这样吗 还是慢慢长长长 就会长好了呢 我们新生儿啊 得善气啊 随着年龄的增长 比如说到一岁以上 有一部分新生儿的善气呢 是自己会闭合的 就是肌肉的强壮 但超过一岁以上 如果没有闭合的话 这个善气 自己愈合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 那么这部分婴儿呢 一岁以后呢 我们还建议他尽早地做手术的 但是像您刚才提到的那种情况 本来是陪着爸爸去看病 结果一查发现自己也是善气 那就是他还没有意识到 善气已经在身体上出现了 那我们观察一下自己 当身体发生什么样变化的时候 就说明 有可能是得了善气 我们来看下一题 那以下的哪一项是善气的典型表现呢 是你身体里长出来的这个包包啊 它有疼痛感 还是平躺着的时候 这个包包就没了 还是包包的质地是很硬的 看看大家是否清楚 我觉得应该是A 因为你想它不是把那个腹腔壁漏了 相当于它是破了 掉一个东西出来 那你胳膊手破了你还会疼呢 所以肯定是疼 就证明它破了漏了 不对 我虽然小时候那个印象很模糊 但是肯定不疼 我自己感觉是好像 不小心漏了有空气在里头 然后平时不是说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到 比如说平躺的时候是没有感觉的 而是走路上学的时候 或者运动的时候 就觉得怎么又又鼓起来一个鸡蛋了 活动就会有感觉 不活动就会没感觉 对 是吗 大概是有这样的印象 应该是B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是否意识得到 身体出现什么变化 就算是善气吗 先看选择 绝大多数观众选择的是 有疼痛感 这恐怕就是有善气的问题了 那我们医生是不是从疼痛感 来帮助大家判断呢 来看 观察身体体末的时候 包包没了 这个才是善气 真的好奇怪 这包包都鼓出来了 怎么还没了呢 这是善气最经典的 最典型的临床表现 看这是一个腹腔的一个脏器 那么当直立的时候 我们腹钩体压力是最大的 我们的肠管呢 能够漏下来 当我们平活的时候 由于重力的关系呢 我们的肠管呢 还可以回到腹腔里去 好像是这种模式似的 不疼啊 对不疼吗 那肯定会疼呢 那么它的这时候的胀痛啊 是比较轻微的 那么主要典型呢 就是一个可负性的包块 那么我认识一个朋友 那同拜地到北京来出差 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 那么我们发现我这个朋友啊 他用一只手吃饭 那只手呢 他常常呢 插在裤兜里 出于职业的习惯呢 我就问他 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他就告诉我 他我这儿啊 起了一个包 我得用手摁住它 否则的话 这个包要出来的 那么我们说 看一看吧 我们一看 这是个典型的一个扇器的 这个扇器的包块呢 就是说 当你坐卧的时候 你就坐着的时候 或站立的时候 或运动行走的时候呢 这个包块呢 要出来的 你评委以后呢 这包块呢 又回到腹腔里去 所以说我这个朋友啊 他总是用手呢 摁住这个包块 给它压回腹腔里去 对了 这个办法真的好无奈啊 所以我们在家里的时候 发现平时老人啊 是喜欢运动的 喜欢活动的 突然最近变得呢 不爱运动了 不爱活动了 甚至总躺在床上 或躺在沙发上 这时候我们要想立 是不是老人得了扇器了 那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 没有见到过那么严重的 那这个扇器是怎么样 一点一点发生的 越来越严重的这种变化呢 我们让何博士 通过一个形象的演示 来告诉您 好的 小鸡 那我们来看一幅示意图 那么这里啊 是一个男性 他的一个右侧的 腹骨勾的结构图 那么这里呢 我们已经看到 有一个小小的扇器形成了 那么在这个扇器形成的早期啊 它的这个体积呢 比较小 就像我手里的这个 小气球一样 大概是这么大 那么如果啊 我们没有及时的治疗 阻断它这个腹腔内容物 蓬出的过程 那么这个扇器呢 它会逐渐逐渐地 包裹变大 那么它接下来 会变得可能像一个 鸡蛋的大小 来我们比较一下 从这个小气球到鸡蛋 这个体积呢 就有所增大了 那么如果到了这种程度啊 它还是不愿意去找医生啊 可能是由于害羞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这个扇器呢 会持续地增大 会大到什么程度呢 像我手里的苹果这么大 有的观众朋友说了 哇 这个苹果这么大 那会对身体 带来多么大的一个损害呢 我告诉大家 这还没完 最大的临床上看到的扇器啊 有可能会这么大 就是我手里的这个茄子 我们比较一下 这个气球到茄子 哇 我真是佩服这样的病啊 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痛苦 还不找医生 而且呢 还有一个特点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小气球啊 早期的时候 这个扇器呢 是软软的 它的质地啊 和我们的这个腹部 和其他的这个肌肉组织 软组织的质地 是比较类似的 如果进展到后期之后啊 这个扇器 它的质地也会变硬啊 就像这个茄子的硬度 甚至呢 比它还要硬 那么这样的这么大的一个扇器啊 如果成天挂在腹骨沟的这个位置 肯定会对生活带来损害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可能发生危险 是什么样的危险呢 请专家来告诉你 好 谢谢何家博士啊 那刚才何博士也说了 到最后的时候呢 就会很严重 那我还记得您刚才提到 真的要是肠子卡在外面 回不去了 那段肠子就会坏死 您在这个接触病人的过程当中 打开腹腔 真的会看到那样的一番景象是吧 这样是像我们何博士讲的 我们扇器发展到像大茄子那么大的时候 就会发生很多危险了 那么这个危险是什么呢 那么这在几年前啊 我亲手做过的这么一个手术 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爷 是被120给送到我们的急诊室 当时来的时候 老人家用形容啊 腹部疼痛啊 就像刀割一样 同时呢 肚子胀气比较明显 还扮有恶心呕吐 病人呢 也不排气了 当时来到急诊室以后啊 我们一排片 就发现一个急性肠肝组的表现 肚子里全是气 化验血呢 白肌包啊 多达两万多 那么病人家属啊 告诉我们老人家 患有肾气了 十多年了 在阴囊啊 比如鼓出这么大的膳囊 一个膳气这个包 那么结合病史啊 我们马上诊断为什么 这是一个小肠膳气 千度合并急性肠肝组 化膿性抚摸炎的 这么一个表现 我这听着这名都好复杂 好危险的 是的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需要我们急诊做手术了 当我们打开这个包的时候 我们发现包里头全是浮水 这个肠子已经变黑了 已经坏死窗孔了 那腹腔里呢 全是老大爷吃的饭菜 哎呦 天哪 里面呢还有什么 瓜子仁 那么我们把这块坏死的肠子 给它切掉了 再给它接上 把肠子呢 送回到腹腔里 同时我们把腹腔 还要清理干净 手术呢 做了三个多小时 天哪 那大爷的命呢 算是保住了 但是我以前也听说过 有一个东西 叫什么腹带 就是有一个特别紧的 然后绑在肚子上的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那个口给堵住 不让肠子跑出来了 用这样的方法来治疗 或者是缓解可以吗 这个方法啊 最常啊 是应用在新生儿 我们说在一岁以内的小孩 治疗膳器 我们建议啊 应用膳器袋的方法 就像类似这样的膳器袋 但是成人 我们不建议应用膳器袋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肚子上有个窟窿 我们靠膳器袋啊 是不能给它治愈的 当你把膳器袋解开的时候 我们的肠子又掉下来了 哎呀 那么这个膳器袋呢 我们给成人应用在什么情况呢 就这个老年人 他不适合做手术了 比如说肿瘤晚期 那么寿命呢 估计没有超过一年的 我们都不建议他做手术了 就采用膳器袋治疗 那很多人都希望像通过药物啊 不手术的办法来缓解 这个可以吗 那么我们知道 手术是唯一治疗膳器可靠的办法 越早修补 伏必缺损 效果越好 创伤呢 也越小 就像何博士 拿着那个 类似乒乓球大的缺损 这个时候越早修补呢 创伤越越小呢 会不会越快的 等于像茄子那样 像那个老大爷 膳器卡住了 这个时候我们做手术 我们只是救命 只把千顿的肠子 给它松解开 送回腹腔里 这个膳器还在那 这个伏必缺损是不修补了 千万别到这一步 然后再去看医生 再去进行手术 那都已经晚了 咱们应该尽早地 来弥补身体当中出现的问题 那咱们给大家来模拟一下 既然刚才呢 咱们已经提到了 那是因为我们腹壁比较薄 出现了一个小缺口 那咱们就看看 用什么样的办法 帮它补起来 那我们通过一个形象的模拟 给大家说一说 请两位到台前来 虽然咱没在人体上修补过 但是肯定做过针线活 咱们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一块破了的布 咱们要把它补起来 看看两位会用什么样的办法 破了的布 对 都已经准备好了 一人拿一块 中间有一个洞 这就是想象是我们的腹壁 这个地方坏掉了 要补个洞 这个我觉得 王爷你看怎么办 这简单 很简单吧 你老爷们 要是遇到这种手工活的话 你会怎么办 不是 你不能这样缝啊 缝起来就行 不是 你这样缝不行 我跟你说 就是你看 我那时候我奶奶他们补衣服 都是这样的 你得把它这样 冻在这儿 对 然后这样 然后这样缝 这样叫补 不是 垫个补丁 对 做手术的时候根本用不着 再割一块皮补里头 我看你这个缝 就直接这样就行了 就相当于这块破了 我们直接把它缝合到一起 是吧 那你那两边那个臂 不就扯着吗 其他地方更薄 更容易破 它自己会长好的 不会的 我跟你说说 你必须这样缝 我看你缝完之后是什么样的 我们平时那个 你看我王爷缝的效果 受伤以后 那个外科医生 都是这么缝的 还真是 对吧 对对对 然后长着长着 自己就长好了 还行还行 是吧 最起码你用这个方法 是把两块破了的地方 给它缝起来了 就不会再漏出去了 大家知道 它这手工活做得怎么样 有点头的 您真宽容 谢谢 谢谢 您在肚子里头看不见 好善良 好 我们看看 子彤会怎么做 你那一次得打块补丁是吗 对啊 是啊 你看看 我告诉你 这样 斜着缝 你看了吗 你小时候做过针线活吗 请问 你别把自己扎了 像我这样生活非常节省的人 以前的时候 四脉破了都自己缝的 还真你看 缝四脉一半也不打补丁 就直接像王爷那样缝了 你看我这两针 我就能补好了 效果特别好 你这针掌是不是 你这鞋子里缝的要好 你看看 你看你的针掌是不是太大了 大家看这 那个 我可以密一点的 行 两位拿着自己的作品 先回到座位上 我们看看专业的 特别厉害的医生会怎么做 来 邀请主教授 您看人这 那设备够专业 对啊 人家这 差距啊 我想人家 教授也不会拿绣花针 给那个 对对 不是拿这种针啊 这缝衣服的针 但我们还是是模拟一下 打比方说 这个是坏掉的那块肚皮 您会怎么做呢 卢教授 对 这个我们打个比方 这个是我们有个缺损 有个腐壁缺损 我们能怎么给它 补这个洞呢 刚才男嘉宾呢 采用直接缝合的方法 对 也是一招啊 也是一招 这个方法是我们 过去最经典的办法 现在这个方法呢 它直接缝合 我们的腐壁缺损 对 这样直接缝合 有个什么问题呢 它是带张力的 它是带张力的 我再拿过来给大家看看 原来以前用的还真的是这招 经典的 是吧 还是经典的 就可着哪儿坏 咱就把哪块 直接缝上就行了 那么它采用直接缝合的方法 最大的问题 它是带有张力的 什么叫带有张力的 这是有拉力的 它强行地把两个缺损 给缝合在一起 拉在一起 拉在一起了 我们知道带有张力的缝合 是要浮发的 这个肌肉我们知道 这个缺损啊 这个窟窿周围的组织怎么的 也是糟了的 也是不结实的 刚才子彤说 它缝了袜子 采用直接缝合的方法 我想这个袜子 也不会结实的 不是 你现在就看得出来 你看它缝完之后 这个地方就特别的松 跟这块的布比较起来 就已经开始出现窟窿了 您再大笑一下 咳嗽一会儿 没准这块就破了 是这意思吗 对 这是有张力的 我们知道 缺损周围的皮肤啊 这个肌肉啊 都已经不结实了 那么我们现在的方法呢 是采用我们子彤 所应用的 叫打补丁的手术 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 微畅的手术 真的就是这样 打补丁啊 打补丁 但是从这个方法 瞎往上贴一大块 一会儿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打这个补丁 这您肯定手工活着 比它强多了 我们知道外科医生的手 特别特别的强气 你说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看一看 那么我现在拿这个材料呢 就是真实的 我们做膳器的修补材料 也叫膳补片 已经够合成的网片 能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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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然后 这是要垫到肚子里的 对 放到身体里的 放在我们人体内的 好 我们看看 大家看了 这是什么材质的呀 这个网片 由聚饼锡制成的 这是医用的聚饼锡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弹性 我们看 磁剑的拉力 它也不会拖的 它是用特殊的 编织的方法 这个缝线呢 也是我们真实的 做手术的缝线 这个缝线呢 不是我们家 一般的丝线 而是用特殊的 一个人工合成线 我们做心脏手术 吻合血管 都用这个线的 实际上这个线 是要留在体内了 留在体内的 医生不是直接拿针上去 就上手缝了 你看 非常专业的一些器材 两个针 它是为了 做血管吻合的 我们拿出一个针 这个线也不是我们 想象到的是 这样的一些棉线 像塑料一样 对 这个线呢 跟那个骨片 是一个材质 都是聚饼锡 这是我们的针 这是我们的线 这个留在肚子里 是完全没问题的 对 我现在开始做缝盒了 好 那么我们一般呢 我们做修补的时候 我们缝两边就够了 为什么缝两边 不把四边都拿齐了呀 我们知道 那缝就多结实呀 在成人呢 这两头 还要走金锁 金锁才通过呢 是重要的 男性生殖的奇怪 对 对对对对 这要打个结 打个结 所以我们看到 外科医生的手 真的是特别特别地稳 特别准 这绝对就是指哪打哪 这个和我们缝衣服好像啊 好像 这个针脚也蛮大呀 这间隔的距离 不算是特别近 特别细腻的 虽然我们说 间隔两个零米 这样缝一下就可以了 对 通常要做下来的话 这个手术要多长时间 会有危险吗 一般这个手术下来 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 好快呀 非常快的 不会有危险的 这个手术呢 我们可能局部麻醉 病人当天来呢 当天就可以回家了 不需要住院吗 不需要住院的 这样就可以了吗 再打个死截 对 是吗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看看看看 我指了缝了它一半 你看 人这是拿器械做的针线活 那么 做多利索呀 那么我们一看 这样呢 这个窟窿给我们的 府庄的餐馆 就从这儿露不出去了 对 就像是一个大宝子一样 也是我们的微创的手术 小朋友也能够用这种方法吗 我们这 小朋友不能采用这种方法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网片呢 是不吸收的 是不可吸收的 一直在肚子里 一直在肚子里的 我们的小朋友 他要长个儿的 他要发育的 这个网片他不会长的 那小朋友的方法呢 就是采用我们的 男嘉宾所采用的方法 直接缝合的 那么时间的推移呢 我们的小孩的肌肉呢 会逐渐强壮的 这个窟窿会直接闭上的 现在医学技术不是 发展得也很快吗 那能不能咱们 再异想听开一下 就是既然这个地方 它有个洞 咱能不能拿胶什么的 就给它摘 也是由无限级独家 冠名播出的 健康知识节目 现在医学技术 不是发展得也很快吗 那能不能咱们 再异想听开一下 就是既然这个地方 它有个洞 咱能不能拿胶什么的 就给它摘上 可以这样吗 现在我们在国内 在华北地区 都是采用注射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他们想通过 往那个缺损周围 打一种胶 想把这个伤口 把这个缺损给它沾上 那实践证明呢 这是行不通的 它不但沾不上 还会引起呢 很严重的并发症 那么我们亲手呢 处理过这样的 很多很多的病人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有一个病人 他打完了胶以后 局部疼痛难忍 他们家人包了一辆车 来到了北京 来找到了我们 因为他很痛苦 我们就给他 重新做了个手术 当我们打开伤口的时候 我们发现 整个的缺损周围 都是那个胶 那个胶都打到腹腔里去了 包括我们的周围血管 全是那个胶 这个胶引起什么呢 疤痕增生啊 局部呢 解剖呢 是非常凌乱的 这个时候呢 那个缺损 还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胶啊 是沾不上的 那么我们手术呢 就把它这个胶啊 尽可能都给它去掉 把那窟窿 再给它修补上 手术呢 非常坚固的 触血量非常大 虽然手术做完了 但伤口啊 还是要肿胀的 对啊 那就这样讲起来的话 现在还是这种 用补片的办法 还是能够更好地缓解 这些善气朋友们的痛苦 最好不用一些 其他乱七八糟 江湖上传言的 一些有效的办法 那只能给自己 带来更多的麻烦 好 非常感谢 卢教授给我们的介绍 谢谢